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剪黄埔军校历史文猎传 上次呢我们说到 简离师通过和宋爱玲的九江密谈 获得了宋家的支持 那么简离师是在1927年3月15日的晚上 从南昌前往九江 就在他离开南昌的第二天 南昌城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3月15日晚 由右派组成的江西升党部 强行封闭了左派主办的贯彻日报 江西升党部要解决南昌市党部的消息 也已经盛行 第二天呢 江西升党部就召集了500多人开会 声称要实现中国国民党 必须打倒市党部 江西升党部随即就宣布解散南昌市党部 并且召集了大批警察和部分党员 冲入到市党部强行接收 因为市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经转移 所以他们就把唯一留下的女会计 用绳捆绑到了省党部 并且对南昌市党部 职监委进行了通缉 完事之后呢 江西省党部的青年部长洪鬼 在南昌市党部门口 宣读了新任南昌市党部 特别维持员的名单 当时右派在门前聚集的二十多人 轰然叫好 省党部随即又封闭了亲左的南昌市学生会 并且准备对江西省总工会进行攻击 那么江西省总工会的工人为此纷纷不平 准备调集电灯工会纠察队 和省党部决一死战 后来是经过总工会代表的极力劝说 事态才没有计划 正当人民为南昌事件并没有扩大而庆幸的时候 事实证明一场流血是不可避免 就在南昌事件的第二天 九江市党部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冲突 以致人员伤亡 3月17日 九江国民党反共分子 高仲涵 高伯涵 袁定华等人 强行组织了大批农民 带着凶器就攻打了九江市党部 捣毁了市党部之后 继续向农协 总工会和国民新闻社发起了攻击 在此期间呢 共造成了多名左派人员的死亡 根据九江代表 随后向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所说 其中市党部死了三个人 总工会一个人 农协一个人 并且有两个人重伤生死不明 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 对于这起突发事件 显然是毫无准备 当被组织的农民从九江县入城的时候 九江各团体还以为是前来欢迎简离师的代表 排派人进行了欢迎 极致是党部和总工会被捣毁 工人们终于爆发 工人纠察队随即组织力量 将闹市的农民抓去了六七世人 但是呢 闹市者受到了军队的保护 最终被护送出城 这两起事件都是右派对左派的攻击 并且都发生在简离师的眼皮的底下 简离师看来是脱不了关系 3月15日晚上的时候 南昌的气氛已经相当的不对 江西省党部要解决南昌市党部的消息已经盛行 郭沫若特意让简离师 警戒段锡鹏一伙的行为 简离师当时呢 就写了一封信给段锡鹏 说江西党务之后 市事都必须与总政治部接洽 对于市党部的事宜 应该以缓和为主 随后简离师就去了九江 第二天南昌就出事了 3月16日 简离师到九江之后 听说南巡县有罢工的酝酿 特别命令总司令部总参议张群 他说 此间工会明日有罢工酝酿 决定自今晚起进行戒严 南巡陆工及机关车工 更需要监视 并且发出了故告 凡军事戒严期间 各界均需一致为革命努力 如高级长官的命令 不得有罢工等举动 那么在惨烈的九江事件发生之前 九江市党部人员 就曾经向简离师报告 可能有恶斗 希望军队能够出面制止 简离师说这不能干涉 这是人民自己的事情 而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所以只能不管不问 3月17日 简离师先去初友舰 巡视了海军 回到行政之后 才得知民众发生了冲突 当时他就发出感叹 说以后双方冲突必不能免 若无调解之法 只能屠夫奈何 简离师随即就派出军队 前往事发地点 进行弹压和禁止 然而这个时候 农民早已经闹事完毕 工人纠察队正在捕人反击 所以派兵的结果呢 就成了保护农民撤离 当天呢 简离师还任命第六军的留守唐卯 为建议司令官 禁止工人罢工 很明显简离师是偏袒右派的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 似乎找不到简离师 直接导演这凉气惨的证据 其在随后的清党的时候 也特意提及 此事和他无关 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污蔑 简离师呢 在4月13日的 告中国国民党的同志梳理 被自己开脱 认为发生在南昌 九江 安庆等地的动乱 这是民众内部的纷争 和他本人并没有关系 那前面我们就提到了 简离师在占领江西之后 特意就调了江西籍的国民党人 段西鹏 洪伟等人 进入江西办理党务 由于简离师自身 关于中央党务的事情繁多 那么简离师身边的德力助手 张敬江和陈果夫等人 就亲历对江西的右派党部 进行了相当重要的扶持 最重要的当事人陈果夫 在民国1516年间 一段党史这篇文章中 形象地描述了当时 他和张敬江 一起开展国民党党务的历史 当时张敬江 担任国民党中常会代主席 而陈果夫呢 则是组织部的代理部长 陈果夫特别提到 张敬江 只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人 勇敢地去做工作 陈果夫写道 当我们到南昌时 江西政党部 尚控制于 共产党方志敏之手 本党同志被共产党挑拨 离心涣散 但段勋鹏同志等 做下层工作颇为努力 开代表会时 竟能将一百几十个代表 团结到九十多人 可见当时 以反共救党为目标的 本党同志力量的伟大 这种新生的力量 是由于静江先生 一贯指导产生出来的 无多幽偶呢 当时江西政党部的负责人 段锡鹏和程天放 都提到了国民党中央 对江西党务的指导 给予当时任江西省党部 主席的段锡鹏的回忆 他说 当民国十五年底 共党把持江西党务 操纵民运 比党团运用 我则散漫无归 此时兄弟 奉派为中央特派员 誓死交集异常 当时中央正犹跃迁干 所以伤请中央几位常务委员 为以何数能挽救危局 赐得中央命 遂访其他各地 组织忠实同志之法 组织本省忠实同志 来与共产党团奋斗 那么江西省党部 另外一个主要的首领 程天放 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说 南昌克服之后 共党分子公开活动 成立各县市党部和民众团体 主持人也是共党分子 国民党忠实同志 反而被压迫的抬不起头来 只等到那年12月 中央党部 丁维芬 陈果夫先生等 到了南昌 在他们的指导下 才举行了全省代表大会 选举了正式执行监察委员 我和熊玉熙 江伯璋 段锡鹏 周立生 洪鬼 王振环等忠实同志 都当选 里面虽然还有若干的共党分子 然而他们成了少数 无法再行把持 到了2月份 蒋介石在南昌 已经和武汉方面 展开了激烈的争执 武汉方面呢 就发起了提高党权运动 矛头直指蒋介石 蒋介石则是针锋相对 把矛头直指包罗廷和共产党 认为武汉方面 全部被包罗廷和共产党一手策划 伴随着南昌武汉之争 愈演愈烈 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 也突然升级 他在2月21日的演讲上 公开宣称要制裁共产党 他说 现在共产党党员 事实是有 许多对国民党党员 进行一种压迫 并有排挤国民党党员的趋势 使得国民党党员非常难堪 共产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有强横的行动 我应该有制裁的权利 蒋介石的态度 对他身边的部下的影响 是显而易见 他的部下呢 也积极为他出谋划策 探寻制裁共产党的方法 就在蒋介石发表演讲的当天 他的手下 陈果夫 陈立夫 温建刚 这些少壮派 在蒋介石纵容下决定 一面权力夺取 及军力所及的各地的党中权力 一方面呢 加紧准备与武汉方面破裂的中种条件 其中关键的一步 就是要从法理上 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 当天召开的政治会议 还决定要把在莫斯科留学的国民党人召回国 并组织以吴志辉为首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 那么江西国民党高层的党中人员 做了周密的计划 那么具体事宜就由再下一级负责 这下一级具体指的就是江西省党部 江西省党部自缺选之后 几乎清一色的右派 他们就往目标朝向了省工会 省农协 这些左派团体 力图打入其中 控制工农运动的领导权 在地方上呢 江西省党部就四处派人前往各县 对各县党部进行了改组 以利于操纵基层 在省党部所在的南昌市 因为左派领导的南昌市党部 吸引了大量的左派民众 江西省党部呢 就把南昌市党部视为眼中钉 于是在南昌的群众运动中 就出现了奇怪的省市之争 为了争取民众反对市党部 省党部采取了种种措施 即以江西省党部组织部 青年部 以及江西省教育厅作为基础 由甘生新 红鬼出面 以封关许愿作为条件 收买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 和教育界的人士 打出了反共的旗帜 以名利 拉拢学生加入到右派组织 并且向每一个学校 都派出了一名右派的党代表 控制了江西民国日报 派AB团分子担任总经理和总编 在九江呢 则启封了反共的江生日报 还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 到省政府省党部请愿 请求排共分共 改组市党部和群众团体 这样在社会上就引起了一定的骚动 国民党右派呢 利用在上面的党政力量 千锋百计的压制左派 利用权势和金钱 发展AB团组织 使得右派力量得以逐步的加强 这样就和左派和中共共产党 形成了对峙形势 左派和右派的这两大阵营 就在南昌城 以及江西各地 爆发了激烈的斗争 1月27年3月10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武汉召开 会议就讨论了1927年 江西省党部圈选的问题 并且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发布了改选非法的 江西省党部的文件 但这个时候的江西 并不是由武汉中央所能掌控的 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 仍在南昌 江西在蒋介石的手里 在3月15日的总理两周年 纪念大会上 出席的群众达到20万人 大会就出现了改选江西省党部的口号 蒋介石大为不满 问口号是谁提出的 并声称 我有我的口号 那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 反对江西省党部的都应该被打倒 蒋介石这么一说不要紧 那么会后的形式就是直转迹象 他的一批中式下属 当天就准备把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全部打倒 江西省党部反应迅速 当天下午呢 段西鹏就下令封闭了左派主办的贯吃日报 并且在第二天 召集了南昌教育人士 以及各地代表开会 决定强行接收南昌市党部 段西鹏后来明确表示 这是一场驱逐包罗亭 拥护蒋总司令的运动 第二天 蒋介石到达九江之后 九江县党部就组织反共人士和农民 将左派控制的九江市党部捣毁 根据郭莫罗所说 当即回到事发现场 还看见蒋介石的总参议朱一鸣 在向肇事者演讲 所以蒋介石对国民党右派江西雄东的支持 是非常明显的 蒋介石在九江待了三天 在3月19日晚前往安庆 然而3月23日呢 安庆又发生了类似九江的惨案 并且有证据显示 蒋介石在安庆惨案中 又向清党迈进了一步 3月20日 蒋介石乘坐楚同军舰到达安庆 随行的还有 葛靖恩 杨虎 温建刚 陈立夫等人 船一靠岸呢 就有不少人跑到船上 要见杨虎 因为杨虎是安徽人 这些人呢 都是安庆的右派分子 他们对杨虎诉苦说 共产党在安庆处处欺压他们 要求杨虎马上对共产党采取行动 杨虎这个时候呢 犹豫不决 然而一旁的陈立夫立刻发话 陈立夫在日后的回忆录里就说过 我当时怂恿杨虎 即刻允许他们采取行动 如果有任何差错 一切由我协同负责 关于23日所爆发的安庆打杂事件 陈立夫继续说 当蒋先生在欢迎他的一次大会上 做完演讲之后 我们同志就对共产党发起攻击 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共产党发生正面冲突 当时我并没有在场加入战斗 但这件事情却是我一手促成的 也是我第一个揭开共产党的真面目 所以陈立夫的这番话 清楚地表明在安庆事件中 国民党高层已经完全置身其中 一手组织和策划了这场事件 另一方面呢 似乎表明在南昌和九江事件中 他们还没有加入战斗 如前所述 南昌和九江的情况和安庆 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 因为江西呢 有一个右派的省党部作为核心 在事件发生之前 已经发展了很大的势力 南昌九江事件具体的实施过程 是由江西省党部 及其下属的九江县党部一手完成 当然南昌九江事件 是离不开更高层的指示或者暗示 但是在安庆事件中 国民党高层已经直接的组织和策划 这是一个很大的升级 那么蒋介石在安庆事件中的作用 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 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里 并没有说明蒋介石的态度 蒋介石也否认过自己有责任 但既然这场事件 是由国民党高层发动的 而这些高层呢 每天都和蒋介石朝夕相处 比如说安庆事件的核心人物杨虎 当时担任的是总司令部 特务处的处长 陈立夫和蒋介石的关系 更然不必说了 蒋介石在这次事件中 一定有不同于南昌和九江的地方 3月22日 郭沫若所在的总政治部 命令安徽右派总工会 停止职权 听候审查 总工会呢 则声称 他们是奉总司令的命令组织的 随后总工会的人员 就跑到总司令部请愿 要求见蒋介石 蒋介石出来之后呢 对总工会的人员表示 你们受了压迫 本总司令是要秉公办理的 务必使你们不受压迫 希望你们安心 对于郭沫若的质疑 蒋介石却说 你以后对于民众团体的态度 总要不偏不以为好 你去调查一下 把他们合并起来 把他们调和起来最好 事件发生的当天清早 郭沫若经过调查 得知会发生事变 立刻跑到总司令部 准备叫蒋介石制止 郭沫若到达之后 却发现特务处长杨虎 副处长文建刚 前总部秘书 现在独立第五市的党代表 萧觉吴等人 从总部走出来 郭沫若进去之后 蒋介石正在会客 不一会儿呢 杨虎和姚觉吴也进去了 郭沫若在等待的时候 和安庆电报局局长进行闲聊 他才得知原来杨虎一伙 正在策划暴力事件 昨天的小骚乱 就是杨虎一伙组织的 今天还要大打 随后呢 郭沫若从安徽交通处长 陆福亭那里 得到了更为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杨虎一伙的行为 居然是来自于蒋介石的密令 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杨虎他们每天 都要和蒋介石相见 这么重大的事件 没有蒋介石的指令 杨虎等人是不敢轻易发动 当郭沫若去见蒋介石的时候 杨虎奔念钢他们正走出来 至于去干什么事情 已经很清楚了 蒋介石只是敷衍了郭沫若一番 而这个时候 安庆事件已经爆发了 郭沫若在他后来写的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文章中 以自己的所见所闻 就写下了蒋介石 从南昌到九江 再到安庆 这一系列事件中的所见所闻 那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也是他的一篇和蒋介石决裂的宣言 里面充满了激动之情 郭沫若这篇文章的真实性 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文中的逻辑推理 仍然有不严密之处 因为郭沫若在文中声称 在得知安庆事件是蒋介石的策划之后 就以此推断 南昌九江事件和安庆事件性质相同 也是蒋介石策划的 这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一方面呢 蒋介石在4月13日的 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里 他已经明确指出 无论南昌九江安庆及上海事件 那么上海事件指的就是4.12反革命事变 他说这些都是民众间的冲突 和他无关 4.12事件蒋介石是否参与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因为如果蒋介石不参与的话 上海的青红盟大亨 杜月生黄军荣他们 是不会参与4.12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蒋介石的言语也并不真实 关于南昌和九江事件 策划者是当时在南昌的国民党高层 主要负责人呢 属于江西省党部 和其领导的九江县党部 但这个事件的发生 和蒋介石的纵容是分不开的 而安庆事件呢 则是蒋介石亲自参与的行动 他处于决策者的位置 命令杨虎 温年刚等人 具体实施 所以说呢 蒋介石在安庆事件中 相对于南昌九江事件 在反共的步子上 迈开了一大步 从蒙重程度上来说 蒋介石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 终结于安庆 在他离开江西的那一刻 他已经不可避免地 走向和共产党的决裂 当蒋介石率领北伐军 进入江西的前夜 他在两湖 几乎是没有立足之地 军事和政治地位 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他本人呢 也发出了四面楚歌的哀叹 那么他从1926年9月中旬 由两湖转到江西 在江西驻扎达半年之久 在1927年3月中旬 离开江西的时候 蒋介石的实力已经大为扩充 他内心领袖意识爆棚 离开江西一个月之内 就发动了清党和令力中央 所以说在江西的半年时间 是蒋介石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前 最关键的积蓄力量阶段 对于他一生的军政生涯 有了重要的影响 在江西的胜利呢 让蒋介石历史性的 收获了第一块 由他直接控制的地盘 进而呢 他把总司令行营 常驻在南昌 力度江西 采取了种种措施 积蓄实力 伴随着实力的增强 蒋介石内心深处的领袖意识 也开始膨胀 所以就开启了国民党历史上 非常特殊的南昌中央 蒋介石又历史性的行使了 他中常会 中正会主席的职权 那么由南昌中央 所引发的侵徒之争 就扩大和加剧了 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之间的裂痕 2.3中全会的召开 让蒋介石再次陷入到 政治上的困境 但这个时候 蒋介石的实力 已经足以支撑他单干 这就让蒋介石和左派 还有中国共产党决裂的意图 变得不可逆转 这代会有后来的CR 9.30秒 7.30秒 5.80秒 1.1 2.5m 10秒 3.67秒